我们再来看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这个星期在新加坡开演唱会 吸引了亚洲各国的歌迷前来朝圣 那么同样为在东南亚的菲律宾还有议员为泰勒斯独厚新加坡感到愤愤不平 但在同时菲律宾一所大学特别开了一门选修课程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泰勒斯现象 正在举办世界区会演唱之旅的泰勒斯 三月初在新加坡开唱这位美国流行天后的魅力席卷全球 总计131场演唱会的门票早就销售一空 也让他的净资产在去年11月超过10亿美元 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艺人之一 泰勒斯的音乐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哈佛大学 士丹佛大学和纽约大学等名校最近不约而同开课探讨 菲律宾这所大学也不例外 开在广播传播学系的这堂课吸引超过300人选修 不过研究的角度很不一样 非常重要的给我看我说到李简洛的角度 从一个可不 колonial的角度 在这方面讲还有关系的 如何是一种兴奋的女性像她的 如何是我们是在她的表现 开课的教授说 他也会从性别和阶级的角度来分析泰勒斯现象 学生们则希望借此开拓视野 会过头来探讨菲律宾自身的处境 泰勒斯大部分的音乐都是由他自己填词作曲 主要取材自个人生活 有研究指出他专辑里的每首歌曲都能相互呼应 某种程度就像文学创作 除了音乐上的傲人成就 他所掀起的跨国旋风也带来不同的启发 故事新闻在惠民编译